大家好,我是云燕 今天来做红烧肉 看看,这红烧肉 色着金黄 筷子一加 就烂了 软糯入味 是一道非常好吃的家常菜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买了两斤五花肉 把五花肉的皮放在锅里烫一下 烫成这样就可以了 清洗干净的红烧肉冷水入锅 焯一下水 放点料酒 姜片 大葱 水开煮三四分钟 焯黄水清洗干净的五花肉 改刀切成四方块 切成这么大块的 先把它煎一下 锅烧热以后加入油 少加一点 肉在煎的过程中还会出油 煎至这个肉 表面都微微的有这种焦色感 就可以了 把肉盛出来 准备一下烧红烧肉的香料 八角一个 桂皮一块 辣椒三四个 炒果皮一个 一点葱结 三片生姜 下面来做五花肉 这是煎完肉 生的油不用倒出来 锅里将五十克白糖 把它炒出糖色 把它炒至枣红色 不要炒过了 炒过了它肉会发苦的 倒入前面煎好的肉 把它翻拌均匀 加入前面的香料 把它炒一下 加入黄酒十克 生抽十克 五克老抽 这个王子和的腐乳汁 加十克 盐加总量的一半 四克左右 还有另外一半 出锅前再放 糖也加总量的一半 五克 姜油炒香以后加入开水 开水架没过五花肉 大火烧开以后 加入葱结 加入两勺米酒汁 盖上盖子 小火焖一个半小时 一个半小时以后再来看 这小火已经炖煮了一个半小时 看起来这颜色非常的漂亮 开大火把汁收一下 然后再加剩下的一半的盐 四克左右 剩下的一半的糖 五克左右 再大火收汁 这肉现在看起来非常的有食欲 这汤汁已经收的差不多了 就可以盛出来了 这红烧肉不需要把汤汁收干 留一点汤汁更好吃 拿一个盘子 把这五花肉摆在这里面 现在这个肉非常的软弱 入口即化 这一道香喷喷的红烧肉就做好了 上面撒一点小葱花 看看这 这红烧肉非常的有弹性 入口即化 喜欢吃红烧肉的试着做一下 我是云烧 下期见 第四斂